今天早上,加拿大移民局長發表的預告 說有兩個流行的人可以申請加拿大P.R.為香港人設計的計劃 我剛才在網上看到有些人的留言 在一些移民群組裡 有些人說,你現在讀四年太過了 要我由頭讀,如果讀兩年讀書,我又要讀讀 好,這件事很有趣 別人讓你申請P.R.你又罵 不讓你,你還罵得太重要 這次再放鬆一些有兩個新的Stream 特意給香港人申請 但是也有不少香港人罵 真的,可以說香港人很多真是百壇教主 別人開了一些門檻給你 當然,這不是免費入場的 這些不是錢的問題 是你要付出一點點的能力的問題 看看你時間也好 要付出你的工作也好 可以讓你進來 不要說罵了先 要我讀幾年,要我讀過 不是 有幾件事 很多,就算是現在申請的 是已經在香港也好 在其他國家也好 有一個Degree 這個是或者正在做事 這個我明白的 通常都有三十多四十歲 現在才是想移民的 如果你說十多歲 現在未必可以 這個不是說給那些很年輕很年輕那些 這個也不是說給那些很老的那些 這個計劃 我看,照我這樣看 就是給一些已經有 所謂的年輕人 年輕說什麼 你慢慢可以浸著 但是因為 你是不是再讀過四年的Degree 因為申請的那些人 都要在加拿大那裡 不可以在香港來申請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如果你是來讀書的 是不是讀兩年 Diploma 要在College那裡要讀 我已經有Degree 那這一個的看法 我想就是 是香港人的那個的看法 那在這裡來講 起碼在我的經驗 實在Courage 跟所謂香港所謂的職業學校 或者大陸所謂的工業職業學校 是很不同的 因為這裡很多的Courage 裡面很多的Programs 要有部份的大學程度的人才能申請 有很多的Programs 是專業的Programs 那你在香港 每個人都說讀大學 那些子女每個都說讀大學才好 什麼職業學校那些 就等人是讀不了書的才讀的 所以很多人一看見 這個Two Year Diploma 就用了香港的思維來想 就想著這些是否讀不了書的人 才讀兩年的Diploma 我自己也都教過這些兩年Diploma的課程 那很多 大部份 是報這個兩年Diploma課程的人 是已經讀過大學 有很多已經有大學的學位 亦都有很多已經有其他的工作 我現在不是說是中國或是香港來的學生 我是說本地長大的人 那因為他們 譬如第一份工 或者第一個Degree 他們發現真的不是那麼理想 或者想轉行 或者有其他自己個人的理由 那他們再來讀過一個職業 那很多已經有Degree 已經有其他職業的 那就會是選擇一個兩年的Diploma 那這個是很通常的事 這個不是說讀不了書 才讀兩年Diploma的 就是香港人很多的想法 這些完全不同的 這一邊是完全不同的 還有一些叫做Postgraduate Diploma 或者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那這些的名字都聽到 那香港你說 喂 讀完那個學士學位 讀什麼 那如果想讀書 讀過碩士 讀過博士 那這些很多都是中國人的看法 讀完學士就讀過碩士 讀完碩士 最好是讀博士 讀完博士 你總之找個Pro Stock 那一輩子就讀書了 萬官皆下品就唯有讀書高 一邊這樣讀 在這裡起碼我的經驗來講 就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有很多的program 是一年的所謂的Certificate 還有有很多的兩年的Diploma 那些它講到明是叫做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或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那什麼叫Post 就是之後 就是你要有個學位 你才可以申請的 所以入得這些一年 或者兩年的Certificate 和Diploma 有很多已經是有學士學位 或者有些是有碩士學位 那這些是一些很專業的 一些Certificate 或者Diploma 有很多的 那些不是學位 那些是很應用的一些課程program 是很應用性的 那就是說什麼呢 是很實習的 是很實用的 在工場職場裡面 可以是立刻用的 不是說這麼理論性 不是說這麼理論性 但是是很實習性 實用性的 那這些可以來講 是在這裡 或者全世界 或者你一輩子來講 是謀生的話 這些課程呢 給你一個博士學位 這些是更加有用的 是畢生有用的 所以我想大家要將這個香港式的思維 暫時是先擱置了 放下一邊 那來看一看 為什麼加拿大會要一些兩年的Diploma 或者一些Postgraduate Diploma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因為這裡需要的人 就需要一些有實用的課程 有實用的經驗、經歷的人 那這一個我想 就跟中國人所謂的 一定要讀書、讀書、讀多些書 做個書呆子 唯有讀書高 這個這樣的想法 我想你們先放在一邊 這個絕對我可以說不是倒讀 你沒有倒轉頭的 而且在這一年或者兩年的時候 如果你好好在這裡 是用到你的英文、言語、溝通 以及學習這裡的文化 不要經常用一個香港人的思維 困在香港人或者中國人的圈子裡面 走出去 想一想 你以後這一世的思維、計劃 是應該對你畢生都有用 以及如果你是選科的話 就選得明智一點 真的要看看現在加拿大這一個社區、社會 需要一些什麼人來申請做PR 你可以在那邊來想一想 選一些什麼科來讀 那這個是我給你們的 非職業、非專業的意見 只不過是個人的經歷的分享 那你們不聽就沒有緊要的 就是這樣